闪光的乐队在上周播出的节目当中 26位闪光音乐人在完成初舞台的首秀之后 自主组成了12个组合 这种双向或是多向奔赴形成的组合 自然是歌手们心中自认为的最佳选择 那么在接下来的合作当中 一定会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音乐火花 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这12个组合音乐搭建的模式 看看哪些组合更值得我们期待 1.肖敬腾加王林凯 热血摇滚一直是肖敬腾放不下的执念 这一次他没有选择张碧成做搭档 很有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王林凯这几年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综艺咖 他拿手的音乐形式依旧是电音和rap 这次和肖敬腾搭档还真是有组建朝派乐队的感觉 他们俩多半也会在电音和rap上去折腾 肖敬腾近几年来的音乐又逐渐变操的感觉 他和王林凯搭档后估计会显得更糙 这个组合也许会玩得很high 但未必能玩出音乐的高级感 2.周晓鸥和张碧成 一个是零点乐队的老主唱知名老摇滚 另一个是共情能力超强的女生大vocal 这个组合自然会让人产生很多的好奇和更多的期待 周晓鸥多年以来每次都唱你到底爱不爱我 这不免让人会怀疑他还能唱点别的吗 张碧成倒是可言可甜 曲风多样 他们在一起便是粗犷男嗓和多情女嗓的融合 合作好了就可能给观众呈现出层次更丰盈的美妙音乐 不过选曲和编曲这两项将会成为这两位歌手合作时的瓶颈 3.杨坤、杨成林、张亚东 两大唱将再加上一位音乐制作人 这个组合妥妥就是最大的王炸 杨坤和杨成林都是不仅唱功好 而且演唱经验丰富的歌手 他们更是多曲风多音域驾驭的高手 如今再加上一个全能音乐大师张亚东的辅助 双羊组合一定会成为这档节目的一张王牌 4.张楚加胡宇童加李润琪 堪称新老乐队成员的融合 作为早期人文音乐创作的前辈 张楚的音乐内涵一直都是被大众认可和推崇的 不论是搞乐队还是搞即兴创作 他都是一把好手 作为新型乐队成员和鼓手的胡宇童 他能拒绝肖敬腾的组队邀请 足以说明旗帜不在小 这次与张楚组队应该是奔着互补双赢的效果去的 张楚的音乐偏人文摇滚 而狐狸二人更倾向电音新型音乐 要想融合好双方都必须有所取舍 不然的话也可能弄出四不像的尴尬音乐来 5.唐汉潇 王静文 马柏谦 唐汉潇和王静文都属于既能写又能唱的全能型歌手 唐汉潇的创作风格更加的多元化 摇滚与抒情 慢歌与快歌他都有创作过 而王静文几乎一水的小情歌创作 马柏谦作为新生代的帅型歌手 更倾向于花哨的音乐表现形式 而王静文除了吉他弹唱以外 剩下的全是站装式演唱 这三位单拎出来都很优秀 舞台上怎么融合的像一个整体 才是他们即将面对的一个难题 创作 编曲 选歌都不成问题 台风怎么协调还真是问题 这就需要王静文做出很多的改变啦 六 阿朵 刘亦云 他们两个能互相欣赏一拍即合 还是有原因的 因为两个人都是音乐个性和表现力很强的歌手 阿朵堪称从民族到国风再到摇滚的多面歌手 而刘亦云也是适应能力很强的全能化年轻女歌手 两个人的舞台表演方式都很丰富 关键是怎么选歌 怎么编曲 还有怎么编舞 才能实现音乐形式的合理化和多样化 看好这一组能碰撞出神奇的音乐 七 金润吉加朱新杰 金润吉的唱功和音乐表现力都是很优秀的 但多年来他对演唱风格的选择一直都摇摆不定 琴歌和摇滚他都有唱过 去年和今年他又在尝试韩式男生唱腔 朱新杰是典型的电声化年轻歌手 追求唱跳上的时尚与酷烈 唱功嘛的确又是太一般般了 这个组合需要扬长臂短才能稍有可为 八 品贯加娇麦奇 品贯曾经是很红的琴歌型歌手 款款深情和娓娓道来是他留给歌迷的大致印象 他在创作和编曲上又有很高的造诣 品贯这次接受了焦麦奇的合作意向 相信他们一定会找到一个共同点 去展现好的音乐作品 如果焦麦奇能谦虚的投入进来 并主动理解品贯的音乐内涵 这一组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九 张正月和周杰琼 张正月作为知名的摇滚前辈 奋力把周杰琼从上文杰手中抢了过来 就是看中了周杰琼的舞台表现力和他手中的琵琶 张正月应该是想在摇滚之中加入民族乐器中的国风元素 从而让摇滚焰发出古典和唯美的新式魅力 周杰琼歌柔 舞美 人亮 如果把个人的音乐和女性的魅力都展现出来 再加上张正月音乐表现中的酷烈 这一组只要弄好了也许就是节目中的王炸 十 李玉刚加福龙飞 福龙飞一直心心念念的想和李玉刚合作 这次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电声与国风的融合与碰撞也是很值得期待的 其实这几年李玉刚一直都在拓展自己的音乐元素 尝试过很多快节奏的歌曲 甚至还想涉足电音和rap 而这些都是福龙飞一直都在玩的音乐类型 在国风音乐中融入电声和rap 再加上李玉刚出色的创作和编曲能力 这一组也会让人很期待 到时候肯定会有奇妙的音乐作品出现 十一 梁龙 吴莫愁 巴蒜兄妹肯定是有备而来的 梁龙在节目中称赞吴莫愁是国内少见的 拥有国际范的年轻女歌手 这句话吴莫愁听了很受用 不仅仅只是鼓励 其实也是一种鞭策 吴莫愁的音乐个性确实独树一致 不过他的大棚车音乐饭 还真是蛮适合梁龙酷酷的摇滚曲风的 况且两人都有即兴演唱的天分 他们一旦在舞台上玩嗨了 真能玩出花来 这一组绝对值得去期待 十二 姓 邵文杰 姓算是曾经沧海了 乐队和组合他都玩过好多年 曲风也在摇滚和抒情之间来回的试探过 姓最大的优点就是高音区强悍 尚文杰也是很多类型的音乐都玩过 但他更热衷于电声音乐 喜欢追求时尚又大气的舞台表现力 这次和姓组队 两人的音乐交集还是有很多的 男女搭配追求的是刚柔并记 如果尚文杰过多的追求舞台表现中的皇后范 不愿意以柔来配合性的话 这个组合很有可能会玩得冒合神离